引述 好了, 牛肢來的 各個都會看 有沒有人說這位是牛肢嗎 不然有你都不給他的手 你撐出這個門口 好了, 牛肢是怎樣牛化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牛肢 我可以跟大家說 這牛肢是七三八零八七 九二九七, 零零零七年 沒見過這麼厲害的 更加大的落還在前面 你們不要現在這個很厲害 只不過就說升到某個週期 它會調整 調整完之後它還是向前走的 市場其實很簡單 股票升或者樓升 甚至消費好 你最終要看企業盈利 或者看人的收入是多不多 這兩個因素是主導了一切一切的經濟和名脈 基金呢 它是由這一刻賣上去 它平均都是一萬六千多 除非息口有變 除非流動性資金有變 如果不是 它不會拿石頭 定自己的腳趾 每一次的上升的底部是向上移的 講那麼多話 我就想跟你講個事是這樣 是一個溪形 一個上升通道 走得很好到現在為止 都是沒有變 但是呢 很多投資者 正是看見什麼呢 哇 升這麼多 不可以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或者這個市場將來是這樣呢 現在只是這樣也未定 你現在看只是一塊而已 這個股市呢 是將會 趁著這個勢頭呢 是一路一路向前 任何一日 一破了二萬六千三百八十七 你聽清楚啊 下一個中期的浪呢 就是三萬一千九百五十八了 現在的 demand 未來 需求未來 所以油價呢 都還是八十元一桶 但是金價已經一千一百元差不多 一盎司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麼多錢在這裏呢 一有個需求一來 那些資金呢 很聰明的 會不會炒的 金價不用說了 面對那個通脹呢 將來一定的金呢 是有排升的 好了 油價呢 的 demand 是這麼厲害的 就是需求不是這麼厲害 你看看馬六甲海甲那裏呢 西加坡那裏呢 有幾百條船停在那裏 金上有的需求呢 不是這麼厲害 但是油價為什麼升得上八十元呢 因為市場呢 是覺得你三個月後 六個月後 你經濟會好了 你消費會回來了 就是說呢 到時候呢 通脹會來了 那不會到通脹來 那些人才買東西的嘛 但是呢 投資那方面呢 你的購買力已經是弱了的了 那如果真的通脹要來的話呢 資產價格才會更加厲害 那到時候呢 那勢頭還會更加大 你不要忘記哦 當那個勢頭真的這樣來的時候呢 政府的錢還在市場呢 機構成投資者的錢還在市場呢 財富效應會更加更加厲害的 萬七點上來 你還可以深大深小 但是去到兩萬幾點 萬二點買貨那個他賺到笑的 四十元買匯豐那個 現在拿著收匯豐 他不用出的了 你知道嗎 或者這樣講 拿著萬股出五千了 剩下那五千不用錢的了嘛 你多少都不關他的事 他怕人而已 因為他沽一半已經拿回了個本的了嘛 除非你跟我說 資金不入市 有個地方去吧 而那個地方呢 他增長的動力的回報呢 是會比股票快的 他會走 他會去 有沒有啊 沒有 買金就可以買樓就可以 但是你不會全部買金買樓的嘛 就是一籃子的資金呢 可能一部分是買一些固定資產 一部分是債券 一部分是黃金 貴金數 一部分是股票 或者這些證據 那那個分佈呢 是很平均的 你問一下 你們AIA那些專業的股問就知道的了 一定是這樣做的了 有些人說 我萬七買了 我萬六買了 對的 萬五買更對 不過問問 誰扔下去給你買呀 你經常依人地 五十元扔回匯豐給你買 誰會給你呀 我四個半買 買建行就好了 現在六個半七元 誰扔給你呀 是有沒有人 需要這樣做法先 是沒有啊 現在 機構性投資者 現在你知不知 每天交錢給那些基金 叫那些基金經理投資的錢 是天天都多的 基金本來買到夠的了 明天一塊錢來 他又要再去買 因為他有個守則在那裡的 在一個市 在這個牛型態當中 他不可以持有 那個比例太多的資金 因為資金擺在銀行是沒有息的 還有 你這裡大概有二百個朋友 如果你們每一位是投資者的話 這個低 那麼低我不買那麼高 我不會追的 沒有人反對的 錢是你自己的 個人看法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今天的角色是基金經理 而你們交給你去掌管的錢呢 就當50億了 不要那麼多了 難道你跟那些客人說 其實我15000點要看這個市場 不過我那個市場不穩陣 所以我把錢在銀行 到現在都沒有動過 這個話是怎麼說的 痛呀 那你只有一個 一條路而已 你是入市 因為入市呢 第一 可以跟大市同步 第二 可以賺到一個理想的回報 第三 你是一個合格的基金經理 你現在回報多個市場的預期 你是會分到你的花學 喂 不做事呢 就聽炒 做事就有機會拿花學 你不能選啦 你不如要做的啦 所以 基金經理問他怎麼看 有些就說 那個經濟呢 都是慢啦 這樣那樣 其實那買的都是廢話的 明天他就買貨的了 還買的最經濟是他的了 所以解釋得到呢 其實資金主導了一切了 那既然是 資金主導了一切 好了 你經常說那個市場跌 技術上的調整呢 我不敢說沒有 因為你九月份都 九月十七都跌到十月五號 十月二十三都跌到十月二號 即是跌日是有的 但這些是影響不到 整個一級一級上的形態 是影響不到的 這個形態 一天還在的話呢 那個高位呢 不要胡亂去猜它 萬七你猜不到 是二萬二的 到你猜到 時間升了五千年 當所有的行業 向前走的時間呢 硬行業呢 就是百月之母來的 到最後呢 一定是最受惠的了 六個半買的那個呢 六個四號八 就要害怕到 嚇到那個妹妹了 輸了兩百元 就走都走不及的了 沒有辦法 這個是市場的心態呢 大家都覺得呢 我買完呢 明天要升 後天要升 如果等兩天才升 的話呢 大家覺得呢 行不行的 其實呢 你拿著基金 基金都不是每天都要升的 有時候會這樣上下落 但不要緊的嘛 它的方向是這樣的 基金只會跟這個方向走的 不可能說 經濟好 流動性資金強 資產額不斷上升 你的基金會跌 這個不可能的 除非你說的 騙人的基金 不過AIA的基金 不會騙人的 就去掌心 六個元的股票 升兩百元呢 很難的 哪有這麼容易啊 但是兩毫多的股票 摸上去兩毫本 上兩毫八呢 一個下午都見得到 你會覺得 這下才是發達 為甚麼呢 哇 一波中了 就幾十個百分 但是你買健康 你買兩萬股 真的升兩元 你賺兩三萬元 你不覺得自己發達 為甚麼呢 因為人呢 始終的心態 有些僥倖的心態 你覺得自己 在這方面 是有個長處 而在這方面 所投入的投資 遠勝過你穩陣的投資 你慢慢慢慢抽來的 這條是不歸路來的 最後只有一個結局 不是 不用死 是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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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其實呢 最穩陣的投資 一定是慢的 但是只要方向是對的話 沒有問題的 就等於歸套賽跑這樣 投機上面 我三七個資金 我七十個百分之 放在一個基金上 一些很穩陣的投資 三十個百分之 我就拿回那麼多出來 白驗一下 不去 但是問題呢 如果你慢慢覺得 自己走對了 你開始越搬越多 越搬越多 到最後呢 你對著那些牛熊席呢 有興趣多 你對著那些中資銀行股呢 你就一定輸了 因為呢 逢是股開大 還是股開小的話呢 股那個一定是輸的 澳門為甚麼 當我贏錢 就是這樣 因為呢 一個遊戲當中 你嘗試去觸摸它 到底會升會跌 然後拿個資金 去做一個博彩 這樣的話呢 你的贏面是一半一半 但是呢 給你賭的那個 都是一半一半 那真的啦 我做裝 我可以出來 一三二四 那你買咯 你對和錯 都是一半一半 但是我不用想的嘛 你偷偷想的嘛 你會累的嘛 但是沒有不想的嘛 買一買 買一買 開 就數啦 我想都不用想的 我很他條的嘛 但是你又不同 迷頭迷腦 做很多功夫 以為自己是賭城 又是賭神啊 又畫一樣畫那樣啊 這部實是裝啊 這部實是行啊 結果想怎樣的 一定輸了 因為多做多錯 少做小錯 不做不錯 但是你這樣做一定會錯 在賭桌上面呢 你拿條囂行去炒股票的話呢 我可以跟你講 買得細 就輸得快 買得大呢 就輸鬼買 好啦 今天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